肖战在微博职业King的评选中 以绝对断层的数据领先 却也意料之中的 在13日微博职业颁奖现场 并没有获得微博King的荣誉 他和玛丽雷佳音获得了 年度优秀演员的荣誉称号 这让很多喜欢肖战的朋友们 有些一难评 既然专业评定是决定因素 那么轰轰烈烈的投票 又是为了什么呢 感觉大家之前的努力 都是一个笑话 在我看来肖战能够和玛丽雷佳音 这样的绝对实力派演员 获得年度优秀演员的荣誉 恰恰是肖战从大流量转型实力派 被主流和大众认可的表现 是转型成功的表现 微博之夜本就是平台的一个 年末总结性的娱乐活动 它的创始支出的目的 就是为了总结该年度 当红艺人的一项娱乐活动 是对艺人当年流量情况的总结 所以历届的微博King和微博Queen 应该说都是当年最火的艺人 流量最大的艺人 也是该活动里最重量级的荣誉 King和Queen每次都是由大众评选来认定 谁的票数多 谁的粉丝多 谁就是当下最火的艺人 方式直接简单 却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每年娱乐圈都会出现 几个暴剧出来的新人 所以King和Queen的人选 几乎年年换 但是2019年以后 这个规律被打破了 肖战以断层的流量 遥遥领先 且粉丝粘性超乎想象 接连两年获得该荣誉 且有粉丝越来越多知识 如果按粉丝投票来定 2019年之后的每一年 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 King的称号就都会使肖战毫无悬念 于是主办方为了打破肖战 每年霸榜 就增加了专业评审的环节 使得这个纯平丁艺人流量的奖项 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变得不伦不类的 作为肖战 内于流量的天花板 独一无二的断层顶流 流量已无需认定 肖战这几年也一直努力 在实力派演员的领域里深耕 成功的把自己送到了 实力派演员的赛道 神奇的是 他却并没有丢掉自己 璀璨的星光 这在当前的内于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肖战实际星光并存 既是超级巨星 也是实力派演员 是内于的奇迹 他的每次亮相 都让人们为之疯狂 我很开心 肖战可以和 玛丽雷佳莹一起领奖 这个奖的意义 跟国剧盛典一样 预示着肖战 已经融入了 实力派演员 艺术领域的同时 仍然稳居 断层顶流之位 我为他的实力自豪 也为自己的眼光骄傲 肖战已经不需要 King这个称号 来证明自己的星光 因为星光最盛的 只有他所有人 心知肚明 得音